今天我们主要来讲两个非常重要的理论 可以说这两个理论如果大家掌握的话呢 所有的乒乓球技术都不是问题 都可以掌握 第一个呢就是平面支撑原理 这个也是我们可以说乒乓网第一次提出的一个理论 用这个理论呢可以解决所有乒乓球技术的错误的一些动作 错误的问题 通过它基本上可以建立所有技术的动作框架 第二个理论呢就是在打球的过程当中 如何能做到相对固定 但是呢绝对的放松 能够掌握到惯性自动发力的核心要理 这个如果说大家能体会的话 可以说是从业余向专业过渡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关键点 因为很多业余球友就是不会发力 所有的根源在于不会进行这个对球体的这种核心发力 这种快速力量绝对力量分不清用不好 那你的动作打得再规范再漂亮 一样还是业余的 所以今天如果说把这两点理论大家能够理解透了 可以说在座的每一位技术水平会有大幅度的提升 好我们首先来讲 第一个平面支撑原理 那其实一个人在打球的过程当中 他的动作在挥动的时候其实是一个立体的 在一个伤围的空间里面进行挥动的 但是呢动作之间 比如说手臂和身体之间 它又是平面与平面的这种关系 虽然这个平面也是在伤围空间里面运动和改变 但是每个部位之间是可以形成平面的 所以为什么很多业余球友出现各种翻碗 抬走 抬大臂等等这些问题 那都属于平面被破坏 只要我们把这个平面支撑原理弄明白以后呢 可以说所有的这些错误动作都不会出现 我们首先以正手攻球为例 在打这种攻球的时候 前臂走关节大臂形成了一个平面 那身体是把转动带动我们的手臂去挥动的时候 身体又是一个平面 那么很多人就是把手臂和身体的这种协调配合做不好 要么就是手臂自己在甩动 要么是这个手腕自己在翻 或者是走关节往上去抬 大臂往上去抬 所以造成各种错误动作 那么首先我们是要稳定住 前臂走关节大臂形成的这个平面 这个平面形成以后呢 它在我们整体的运动当中 这个平面它不会进行大幅度的改变 比如说我正手攻球的时候 正手攻球引拍过来的时候 这三者它没有说大臂是吧 离身体一下子离得很远 然后挥动的过程当中 这个平面突然的往前倒了 或者是往后翻了 只要这个平面出现了突然性的崩塌 突然性的改变 那就说明你的动作存在问题 只要这个平面是在进行一个渐变的过程 进行一个渐变平缓的这么一个改变 比如说我在引拍的时候 我手臂是吧 形成了这个平面 它是稍微比较利一点的 然后在往前击球的过程当中 向前它没有说突然的变平了 这个平面 它依然还是比较利的向前 那么我们在练球的过程当中 参考的标准就不再是以手腕动没动 走关节抬没抬 去判断你的动作对不对 而是去看你的这个平面 是不是很稳定 很平缓的往前走 如果说你的平面比较稳定 向前出去的话 那说明你整体的 这个动作结构 起码是比较稳定的 对吧 不是在乱甩或乱翻动的 在这个稳定的基础上 只要我们的动作框架 做好了 对吧 比如说打球的时候 我知道是 大概是一个什么 区间范围内 把这个平面收上去 然后再引拍回来 保证在这个区间范围内 这个平面不会大幅度的变动 那你的动作 基本上就属于标准的了 人们已经是属于标准的了 人们已经属于标准的了 优优独播剧场上 感谢观看